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些还觉得说我不让阿伟上是因为我担心他们俩和好的人 你们的这个格局确实咱们俩三观不合 我跟你说 我们不是 我们的思想不在一个高度 知道吗 我可以说阿伟去找阿子 我一点情绪都没有 因为我早就说了 我看明白了 阿子不喜欢他了 我只是担心他受伤 心里面会难过 我不想让阿伟受伤 知道吧 咱们也没有必要去怪任何人 家人们没必要怪任何人 就是去安慰安慰他吧 好吧 我觉得这个时候我说什么也不合适 希望说所有的家人们安慰一下阿伟吧 然后也让他也让他慢慢醒过来吧 好好做做事业 我没有什么 我不安慰 我现在说什么话都不合适 家人们 我说什么话都不合适 我能做的就是帮阿伟把事业上面的事情捋顺一下 好吧 把事业上面的事情我就刚开了会 刚下班 赶快把事业上的事情帮他做好一点 感情上面的事情 他自己来吧 对不对 我帮他打一个PK 能解决什么问题 家人们 你们说让我给他打PK 说我不帮他 我给他打个PK有什么用呢 能改变现实吗 他能打赢了这个PK 这女孩子就喜欢他了 打输了这个PK 这个女孩子就不喜欢他了吗 这女孩子喜不喜欢他 跟他打不打PK没有关系 他输了赢了 有没有面子也没有关系 这女孩子要喜欢他 怎么样都会喜欢他 家人们你们也不用去担心 我跟唐当不开心 我没有什么不开心的 我更多的是去担心他 知道吗 我更多的是有点担心他 我觉得他这个样子的话 确实对他的打击会很大 我的不开心 微不阻道 家人们 我的不开心 微不阻道 然后 而且我也没什么不开心的 我早就知道结果 肯定就是这个样子 只是我确实很担心他 家人们多安慰安慰他吧 这个局面是不是我想要的 黑宝宝 我告诉你啊 真不是我想要的 家人们 你知道吗 其实我不希望看到阿伟现在这个样子 我真不希望看到阿伟这个样子 这个局面真不是我想要的 而且 他跟阿子这个事情 在我看来早有结果了 就是有没有今天我都知道 就是这个样子了 我有什么好想要跟不想要的呢 没有意义 知道吗 我不希望发生今天这个事情 因为这个事情会伤到他 我不支持他怎么办 我家人们 我如果在直播间 我这样讲 大家很多是半路来到直播间的 其实 看唐唐唐的有很多都是 不管是一种阿子或者是阿伟这边的 很多人你们其实不了解唐唐 也不知道唐唐怎么想的 你半路进来 如果你听到我说 我不支持阿伟跟阿子这样怎么样 你会怎么看我 你会觉得说 这个女的就是故意的 怎么怎么样的 然后阿伟会怎么想呢 阿伟会想 唐唐不让我去找他 是不是担心我跟阿子和好怎么样的 没有必要 与其这样的话 那我就支持他吧 好吧 家人们 我依然支持他 不管下面他继续要怎么去追阿子 继续要怎么争取他的感情 我都支持他 我都支持他 好不好 然后 只希望他不要受伤就好 我觉得我这种嘛 不叫心眼多 我觉得 我觉得人哪会办事 家人们 你一个 你一个在商场上面做生意的一个老板 这么点为人处事你都不会做的话 那你还怎么办呀 怎么混呢 怎么做生意呀 家人们 对不对 这个时候我只能支持 家人们理解吗 我只能支持他 知道吗 他做什么我都支持 但是我什么都不会做 家人们我也不会帮 我只会言语上支持 我不会做任何事 我不会 我不会 我不会帮他打PK 也不会帮他去追这个女孩子 我也不会去 掺和他们之间任何的事情 对不对 干嘛要去躺这个浑水呢 你自己做自己的事就好了 等到他心平气和 能够回归到工作的时候 发现自己的公司一切运转正常 然后在他不在的这段时间 我把公司帮他打理好 这就是对他最大的帮助了 那他现在必定是要消沉一段时间的嘛 对不对 我也会想办法把公司做好 把公司给他做好 不要说因为这件事情在影响到自己的事业 爱情没有了 事业也没有了 还干什么呢 那他就可能就真的是站不起来了 家人们 知道吧 我现在只管他的事业 他的爱情的事情自己去解决吧 家人们 你们去安慰一下阿伟吧 我下了 好不好 然后要聊天的家人们加一下粉丝团 进粉丝群 堂堂跟你们聊天 然后我希望多一点人去支持阿伟 好不好 我希望咱们家人都去支持阿伟 然后能够安慰安慰他吧 好不好 想跟我聊天的 咱们就加到粉丝群里面 堂堂跟你们私聊 然后其他家人们都去支持阿伟吧 大家也不要不开心好不好 不要因为阿伟的事情影响到 我的叔叔阿姨 哥哥姐姐们 我不希望你们的情绪不好 心情不好 任何心要承受多少 痛苦的煎熬 才能够彼此完全明了